這個不是你認識過的台灣 尼曼在小食裡的芫荽有了新的食法 你知不知道台灣的牛料理有多少種做法呢 你又知不知道楊明山近幾年多了多少有趣的地點 特色的早餐滿足你的味蕾 麻辣鍋究竟可以堆砌到多少個層次呢 你知不知道去哪裡可以找到最棒的台灣泳池呢 冬天應該浸溫泉吧 但你知不知道哪裡可以浸到最棒的溫泉呢 接著我們一起用不同的方式品味台灣 品味亞洲的十大體驗 你吃香菜嗎 我吃不喜歡吃 喜歡 這種東西是蠻兩極的 我非常不喜歡 大腸的拉麵絲 化包 肉根裡面 豬血糕就這樣發生分 然後再吃香菜我覺得很好吃 如果那個香菜是在甜點裡面 你會吃嗎 很驚奇 可以嘗試看看 可以嘗試看看吧 我可以願意嘗試 但不代表我能接受 我自己覺得就是豬血糕和臭豆腐 但有沒有發現到裡面有一種食材 是兩個都有的 就是審滿芫荽 難道芫荽真的是一切似作養者 有些朋友很喜歡吃芫荽 有些只聽到我的名字就已經覺得很不舒服 很噁心 這個反應很極端 但是台灣真的有很多料理都會綠芫荽 這次我就要一口氣去挑戰台灣十大芫荽料理 說起台灣的小食 大家是否一定要想去豬血糕呢 不過就在幾年前 有一個英國的旅行行站 把豬血糕排名為全球十大恐怖食物的 第一名 我自己也有吃過豬血糕 在關東煮裡面灑點芫荽 不知道這裡是什麼樣子的呢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我可以看一下你們的豬血糕嗎 你要看一下, 好, 來, 可以 小心燙口 很香, 而且豬血糕比較長 又為什麼會跟十大芫荽料理 扯上關係呢? 我終於明白了, 謎底已經解開了 因為老闆將很多芫荽 撒滿豬血糕 芫荽是台灣最顯著的味覺 作為台灣菜最強勢的配角 它強烈的風味 會令大家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呢 令人又愛又恨的氣味 是否可以成為最抬抬的特色體驗 它是很重, 而且很長的 快掉了 好, 我急不及待, 真的很想試試 豬血糕的糯米味挺重 它是帶點鹹香 然後有些花生的甜味 它是又鹹又甜 之後吃到差不多 一會兒, 那個芫荽味才滲出來 因為我覺得它油口又甜 芫荽味是會令它吃下去沒有那麼膩 我真是人生第一次吃 它又不是真的那麼恐怖 而且也有挺驚喜的感覺 而且這個芫荽令我對它有第二個看法 台灣的傳統豬血糕就是豬血和糯米混在一起蒸熟的食物 在吃之前會先蘸上一些醬料 之後再放入這個花生粉汁裡面 用湯匙小小的把整支血糕蘸上花生粉 最後再撒上一大堆的芫荽 臨漬這樣的組合做出來之後會有什麼滋味呢 除了這味豬血糕之外 在同一個檔攤裡面 也可以享受到另一道傳統的芫荽料理 這個不是就是瓜包 這個也是台灣本地才有的 發酵了的麵餅蒸熟了之後 裡面夾入一些豬肉、酸菜 最重要是塞滿了一些芫荽和花生粉 芫荽的清香味令到滷肉的油膩感降低 我想這些就是芫荽作為台灣菜最佳配角的原因 芫荽通常都是用在中式菜或東南亞餐裡面 放在異式料理,你有試過嗎 如果吃過異式料理的朋友 一定知道青汁是用蘿蠟做的 但這間店用的青汁 當然是用芫荽做的 放在意大利菜裡面到底是怎樣的呢 好吃嗎?整盤都是芫荽 可以嗎? 一走進店裡就可以感受到 很充斥著意大利式的香料味 除了養了一隻叫三杯的兔子之外 眨眼看,好像跟一般的意大利麵店 沒有甚麼特別的分別 不知道他們的芫荽燉飯 是否都跟店鋪的感覺一樣 沒有甚麼特別呢? 那不如趕快吃一下,試一下味道吧 是芫荽醬汁的海鮮汁 這裡其實有白蝦 然後有蝸蝦 還有這個芳魚 其實在台灣的傳統小吃裡面 像麵線、米糕、刈包 其實我們都覺得香菜是 裡面很重要的配角 主廚就想說 那香菜這麼提味的東西 如果融入在西式料理當中 他覺得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將配角變成主角 這一味的芫荽燉飯 視角上雖然跟一般的青醬燉飯 沒有甚麼分別 但裡面就帶有玄機了 大廚說 這道料理的概念是來自於泰國菜 芫荽搭配海鮮可以帶出一些清甜 清涼的感覺 所以就試一下把這個概念帶進去燉飯裡面 又想不到出來的效果出奇地這麼好 也都吸引了很多芫荽愛好者來到朝聖 你看, 是綠油油的 但聞起來我又聞不到有芫荽味 反而是很香的海鮮味 他一口已經好像吃了很多匙芫荽 他的味道很濃烈 而且我現在腦袋要調整一下 因為平日吃雖然是白汁或墨魚汁 但這個芫荽味 配了在這道餐廳裡 總之就是腦袋調整不到 他要適應一下這個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很新穎 而且很好玩 配海鮮一起吃又是怎樣的呢 很有趣 不知為何一口飯配海鮮一起吃 那個芫荽味是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出色的 很有趣 但整件事是很有趣的 雖然氣味上比較強烈了 但這道真是一道令人深刻的芫荽料理 在其他地方真的沒什麼機會可以吃過的味道 雖然是一道創新的料理 但依然保留著意大利式的傳統青醬精神 畢竟最傳統的做法 就是在自家的花園中 種一些芫荽自己製成 選擇本地的芫荽加入青醬 這個做法真是神奈之筆 今天我要來試的芫荽料理 聽說是跟日式扯相關係的 我知道…一定是甜不辣炸芫荽 日本人最喜歡用蔬菜來炸的 不…應該是芫荽拉麵 之前我在網上看到很紅的 其實這個料理是混合了中式、西式和日式 芫荽拉麵 這裡是主打日式洋食的 有伴侶、洋食洋餅、米飯、甜品等等… 這裡其實是一間舊屋花生之後 整個環境都以木為主 簡釀得來還充滿著日式風味 不過這些全部都不是今天的重點 他們推出了一個芫荽紅 一定會很喜歡的洋食漢堡 走的還是中華風 日式洋食店裡的中華風漢堡 真的超級有創意 不知道吃起來的味道是怎樣的 這間店的整體來說 都非常具有日式的簡約風格 木質的裝修配上台式的傳統老宅 整體的採光度都非常舊 在裡面用餐的感覺特別有氣質 不知道他們的芫荽應用 會不會都好像他們的店舖一樣 這麼斯文呢? 說多也浪費氣了,試試吃就知道了 這是我一生未吃過的韓鮑魚 你看看,它的芫荽多到 差點看不到中間的炸雞 其實這個西式的韓鮑魚 也夾雜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這是日式的炸雞煮法 上面你看到這個辛啡色的醬汁 其實是油軟雞,是月式的做法 所以我現在有點疑惑 究竟是甚麼味道 舊炸雞很厚身 所以我要多吃一口 因為我暫時還沒吃到芫荽和醬汁 其實我是有點驚訝的 因為我剛才看到 它真的鋪滿了這麼多芫荽 我以為芫荽味一定是最出 而且會搶走整個漢堡的味道 但又不是,反而就這樣吃 它只有輕描淡寫的芫荽味道 反而那個雞很嫩滑 而且它的醬汁真的很出色 它濃烈得來 下面配上這個紫色生菜 我想它是比較熱的 因為吃下去它有點酸酸甜甜 所以配上炸雞和油浸雞的醬汁 是很配的 而且沒那麼油膩 吃下去整次都挺新鮮的 再加上這個炸雞真的炸得很脆 之前又真的吃太多芫荽 有點怕了芫荽 不過剛才那個漢堡包 其實真的有接受得到 它的芫荽味不算很重 它有保留到一些淡淡的芫荽味 而且又突出到漢堡包的醬汁和雞 芫荽果然是解除油膩的最佳配角 酥酥脆脆的炸雞搭上芫荽 頓時就有一種清香的感覺 完全中和那些油膩感 配上酸酸甜甜辣辣的口味 也完全難拒不了 可以想到這樣的漢堡配搭 真的很有創意 那些飲品也很有創意 以當地醃製的楊桃搭咖啡 苦甜之中帶一些鹹感 還很消暑 台灣的芫荽料理真的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不論是傳統的食法 或是創新的料理配搭 都可以有滑龍點證的效果 好,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些十大的芫荽料理 可以帶給我們什麼衝擊和新體驗呢 出發吧 我現在來到台南 台南是台灣的小食之都 其實台灣有很多傳統的小食 都是由台南傳過去的 所以今天我要來試的這個芫荽料理 是台灣一個很傳統的小食 而且它的配搭是非常經典的 我跟著的香味終於來到這裡了 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花生糖 不過它不是普通的花生糖 你看, 它是芫荽花生糖 還有, 還有, 你不要看這個檔攤 好像很小的樣子 其實它是老字號 已經開了七十多年了 老闆, 我可以要一份嗎 可以 小的就好了 要加香菜了 好 好多香菜 好多香菜 跟其他店鋪的花生糖不同 這裡還有分成有壓過和沒有壓過 這裡有一部機器 可以把花生糖壓到很扁 再包入芫荽 這裡的花生糖卷都是即叫即做的 不單但他們由簡花生 到製作成為花生糖磚 都是自己的手工製作 品質一直維持得很好 是熱辣辣的芫荽花生糖 剛才我很好奇地看著老闆做的 他用炭燒的方法做花生糖 然後再把它包進芫荽 真的很香花生味 暫時我聞不到芫荽的味道 我第一次吃熱辣辣的花生糖 真的會特別黏牙 剛才老闆做了一個沒有芫荽的版本 我覺得就這樣吃會很甜 想不到加入了芫荽後 反而吃起來真的不太甜 還有芫荽和花生糖的配搭 芫荽真的很有傳統風味 像花生雪糕和台灣的豬血糕 都會用上芫荽和花生 我覺得這個小食 不只是小食那麼簡單 它是一種手工的藝術 花生糖卷的製作 會先將花生糖磚掠烤至軟化 他們還用小炭火爐去烤 非常傳統 也增加了一些炭燒的香味 軟化的花生糖磚 現在經過手動的剪壓機器 壓它大概四至五次左右 再加入一些新鮮的芫荽之後 捲起切塊 這麼浪費工夫 難怪這麼惹味 我們吃過這麼多芫荽料理 相信你們也開始明白芫荽的套路了吧 今天要去試這個料理 絕對會改變你的山觀 給你提示, 很熱的 有麵, 有菜, 有肉 還有在台灣是很常見的 猜到嗎 對, 我拿得很差 在這裡吃麵形 şu Quant 來 Bree m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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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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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rtific了 ar parenth, 你不光是盤的 食台式牛扒都可以搭芫荽? 真是想都想不到 在燒到紫紫聲的黑鐵盤上 放上牛扒、鐵板面和蛋 再灑上勁量級的芫荽 隔著螢幕都聞得到那些芫荽散發出來的氣息 不知道它的美美程度是不是都跟它的視覺一樣衝擊呢? 這就是美國的鐵板燒 但是芫荽多了, 我完全看不到牛扒 好, 讓我嘗嘗 揮開給你們看看裡面有什麼 這個鐵板燒很厚 下面鋪滿了…應該是闊條麵, 對吧? 挺闊的 還有我喜歡的太陽蛋 好, 我旁邊有三種不同的醬汁 有蘑菇汁、黑椒汁和蒜蓉醬 好, 急不及, 我要嘗嘗了 現在在這個… 這個距離, 我暫時都聞不到芫荽味 不知道吃是怎樣的 好, 我要終極試 嘗嘗這麼多芫荽一起吃, 放進口 這個芫荽味真是很濃烈 它很濃烈, 總之一放進口 在咬牛扒, 到吃完的牛扒 在嘴裡也有芫荽的一種很濃烈的青草味 但是, 真心說的是, 它跟牛扒 其實挺配的 牛扒本身也很出色, 很入味 所以兩個加起來的時候 它又沒有搶到牛肉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可以接受到的 如果要跟平時吃開鐵蛋燒 比較的話 這樣會多了一種芫荽的口感 有點爽口 我覺得這樣 這個是三港超值套餐 怎樣呢?就是它加了雞扒 有牛扒, 還有海鮮 海鮮方面有梵立杯和中小卷 還有鐵蛋燒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抱滿了芝士的底層 而且上面也用了三倍 是三倍…是三倍的芫荽 最重要的東西要說三次 我就嘗嘗中小卷 因為我看到中小卷已經有芝士在上面 我覺得中小卷很彈牙 芫荽有很爽口的口感 然後再配上這個蝦子 又是有點爽口的感覺 它是將不同的口感集於一身 再加上芝士和芫荽配在一起 又是另一種衝擊 令芫荽再擴大 而且它會一直維持在口腔 不過我覺得 如果要用芫荽配上甜品 我接受到它是鹹色的 你看, 真的有很多芫荽 你知不知道這裡加芫荽呢 在菜單上哪一種食物 其實你加芫荽 都是不到10元而已 港幣 所以芫荽控 你一定要來這裡試 你喜歡加多少芫荽都可以 雖然被牛扒的大份量衝擊 但最令我感到衝擊的 仍然是那些滿到三倍份量的芫荽 說得誇張一點 在切開牛扒的時候 簡直好像穿過了芫荽森林一樣 不僅如此 它們提供的醬料都非常有趣 除了有蘑菇醬、黑胡椒醬之外 它們還提供台式的蒜蓉醬油 跟芫荽的配搭簡直是perfect match 是不是覺得已經被芫荽衝擊到呢 下一集我們將會帶來 台灣芫荽料理的一到五位 有傳統的麵食裡面 塞滿了的芫荽 早餐三文治也逃不過芫荽的洗禮 更加有店舖發揮創意 將芫荽造成西式的甜品 這麼多驚奇的料理 真的不要錯過下一集的 《亞洲十大台灣篇》 《亞洲十大逢夢까X》 《亞洲十岡海篡 initiallyкон計大的作品可以成員吧》 《亞洲oa的東海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